還提到百貨公司裡面 有時候門關起來搞個VIP之夜 可是其實百貨公司很多都普遍反映說 現在業績不管哪一家都說在滑落 以前常常用一些辦活動 客價 滿千送百 來電禮等等 來吸引大家 可是現在是不是吸引力變小了 他們說他們有一個強大的敵手 就是網購 網購的市場太大了 但是網購也說他們很不好做 他也動不動要推出一個免運 要限時低價搶購 要把那個版圖做大很難 所以現在不變的網購是什麼 難道就是超低價三個字 對 這個百貨業者是說 我是覺得是經營模式的問題 因為百貨他們的業績 他們業績跟他們的那種模式 其實是跟一般網路的消費模式 其實是不一樣的 他們是希望人去逛 然後他希望即刻 希望人來越多越好 所以他會寄出一些 來電禮買千送買什麼之類的 但是他們這一方面 我個人是覺得說 他的胚腿已經被消費者抓到了 然後我覺得 你反正你就是固定會推出 這些活動 所以我覺得他們應該還要再動給腦筋 怎麼樣再讓客人過來 因為你總不能讓每個人 每年都在等 我就等你 周年氣 對 你不周年氣 我就不出手 是的 那你就是你要再想辦法 要推成初心 那剛剛你說那什麼免運費 他們也是想說要來搶這個版圖 消費的版圖 可是網路這段價格又更殺了 我曾經問過一個網路業者 他說你以為我賺得很容易嗎 他說一個人他來看了你東西後 他不會去比別人的東西 對 所以你要賣東西 你要賣得跟人家不一樣 如果賣得跟大家一樣就開始比 什麼都比 從價格 然後從 贈品 贈品 從你樣式 然後可不可以退 然後什麼一些條件 全部都來比 所以他那個 有些還會退貨 還幹嘛 所以他們那個 看消費者多精明 競爭更激烈 真的 不過我聽保護業者說 他們說 其實前一二月的業績 有點是真的不好 就是三月 他們真的還抱持一點希望 抱持一點希望 說好像這個 可是前面講的兩個因素 北韓的因素 情流感的因素 要能夠穩定下來才行 真的是